我們打開材料包後會有 花束包裝紙 花束內襯紙 棉花糖紙 馬鈴棒棒糖 滿天心 卡斯比亞 兔維草 花藝膠帶 花束斷帶 花梗 金色鐵絲 棉線 貼紙 和吊牌 最後還有說明書 那都檢查完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囉 首先我們先把這一袋的花藝膠帶拿出來 一開始只會先用到花藝膠帶 如果怕其他材料不見 可以先裝回袋子裡 這個就是花藝膠帶 我們先放在旁邊備用 接下來我們要把滿天心綁在棒棒糖上 綁完後會像這個樣子 那因為每樹滿天心長的都不一樣 像這樹有長有短 我們修剪的方式就是把比較長的分支剪掉 把下面的梗留給分支比較短的 這樣剪完後才不會長短差太多 再來就是把修剪好的滿天心 擺在你覺得好看或是適合的位置 確定之後我們拿出花藝膠帶 固定在棒棒糖上 膠帶沒有分正反面 兩面都可以用喔 黏大概兩圈直接撕掉就可以了 記得上下都要固定 位置比較不會跑掉喔 滿天心的花苔很脆弱 如果藏在一起的話要輕輕把它們分開 不然花苔會掉光光 另外馬鈴糖也很脆弱 在綁的過程中不能去抓糖果的地方 也不能摔到或撞到 不然很可能會碎掉 我們重複這些步驟 把滿天心綁在棒棒糖上 過程中可以依你的喜好 邊修剪邊綁上去 邊綁上去 邊綁進去 邊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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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脹 邊綁上去 融蟹 邊綁上去 邊綁上去 邊綁在的餅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程中如果选到的花太短绑不上去 我们就需要接花 这时候把袋子里的花梗拿出来 拿一根花梗和比较短的那一束重叠 重叠的地方大概一公分的长度 然后用花梗胶带把它们结在一起 要粘紧才不会松开哦 这样就可以用啦 再来聊聊天 也要带小银子 再来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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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银子 再来聊天 再来聊天 这就快拍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再用花衣膠带固定 接下来要绑上卡斯比亚 将卡斯比亚下端的叶子修剪掉 摆在左右两侧点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摆在后面中间偏左或偏右的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再来就要包装啦 先拿出内秤纸 折成下面的形状 但不要完全折下去 再把刚刚绑好的马铃糖花放上去 以这个点为准 先把左边内秤纸的部分 折到中间的点往内压 右边以相同的方式 折到中间的点再往内压 竖紧后用金色铁丝固定 把多余的铁丝剪掉 整理一下形状 接下来拿一张棉花糖纸 折成以下形状 再重复正反折 折成扇形 放在刚刚的基准点上 用手压着 再用金色铁丝固定 整理一下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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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一下 好了之后先把花放到旁边 再把花束包装纸拿出来 先拿一张 折大概三分之一的大小 用美工刀裁切 用美工刀裁切 裁完后一张会有三等份 拿其中一张 一洗后正反面都可以 折成和刚刚内衬纸一样的形状 再把花放上去 再把花放上去 对准刚刚的点 先把左边包装纸的部分 折到中间的点往内压 右边以相同的方式 右边以相同的方式 折到中间的点再往内压 塑紧后 用金色铁丝固定 塑紧后用金色铁丝固定 再拿一张裁好的包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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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向往中间折 兩面都可以看你的喜好喔 一样的做法 把包装纸绑在花上面 如果绑完觉得想要换面 可以直接拆掉翻面 再用一样的方式包回去 基准点一定要固定在同一个位置 不然最后花束很可能会分离 不然最后花束很可能会分离 整理一下形状 再拿一张裁好的包装纸 这个步骤会稍微难一点 但别担心跟着我一起做吧 这次把包装纸转横的 凹成三折的扇形 会像这个样子 再从中间上面一点点的位置当点 放上花束上的基准点再往内压 放上花束上的基准点再往内压 边压边整理形状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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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形已经出来了 加油加油加油 花形已经出来了 挺正经的 它们的试水 还能充满 再拿一張大張的 一樣才三分之一的大小 轉橫的反方向折三折扇形 稍微整理一下 讓三折的大小平均一點 這個步驟會稍微難一點 不過這個步驟結束後 包裝紙的部分就完成囉 一樣用邊壓邊整理的方式 綁在滑樹上 花束都包裝完後 我們把剩下的材料拿出來 會先用到吊牌和棉線 吊牌打孔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金色鐵絲把它搓出來 接著拿出棉線 從打孔處穿過去 放在花束的基準點 繞到後面打兩個結 綁緊後 多餘的部分剪掉 調整到中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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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拿出鍋帶 再來拿出鍋帶 這裡會用偶粉色的示範 有英文字的那面朝下 放在花束基準點的下面 然後在正面打一個結 左右兩端的長度要差不多 拉起來比看看兩邊的長度 是不是差不多 左邊的端帶是正面 壓一個圈 右邊的端帶是背面 繞過左邊的圈 然後右邊背面的端帶轉正 之後再從左邊的洞口拉出來 調整一下形狀 修剪斷帶的長度 剪斜的會比較好看喔 最後拿出貼紙 黏在幫幫糖花後面的包裝紙上 黏在幫幫糖花後面的包裝紙上 也是依你的喜好不限位置喔 在貼的時候要小心花和糖果 再貼的時候要小心花和糖果 黏在幫幫糖果 黏在幫糖果黏在幫糖果 黏在幫糖果的下巴 黏在幫糖果的下巴 这样就完成啰 如果选不同的颜色 包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哦 这边是可以更换样式的材料 想看更多样式或是喜欢我们的话 欢迎追踪IG哦 那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这边咯 拜拜